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 很高兴能有机会 为大家解释这样一场特别的比赛 今天陪伴大家的还是苏东和王涛 我有种感觉啊 今晚的比赛一定会成为一场惊天之战 我是真的很期待今天的这场比赛 希望双方队员们都能兴奋起来 让比赛更有观赏性 更加好看 两枚西 球被防止队员产断了 拉莫斯果断上抢把球断了下来 转到禁区附近 这次抢断有犯规嫌疑啊 但是主打派认为现在是进攻有力 找准空当及时突破啊 哎 球进了 他们率先发难 取得了比分的领先 这就是个人能力的体现 在对方重重防守之下 还依然能够找到破门得分的机会 这个球就能看不得出来 他在这种情况下 有多么的冷静 多么的自信 比分现在变成了一比零 凯恩 高尔多巴这抢断真是漂亮啊 两枚锡 我们看这次抢断的时机很不错 接外球 两枚锡 对手拿到了球 没有基于处理啊 还在观察队友的跑位 没空住 球被对手拿到了 穆萨迪亚比 进球机会来了 上枪非常及时 破坏了对手一个很好的胜门机会 解除了球门前的危机 门家还是碰到球了 卓出了底线 还是角球 解为的是卡洛斯 他的处理非常果断 下该没得科威起 直接朝销铲过去 美西带球冲向禁区 这球必须有了 凯恩 他们把比分扳平了 对方的画面来了 美西这一季之塞太到位了 凯恩对落点的判断极佳 一击投球 攻破了对方的球门 上边的比赛在他们的哨声中 落下帷幕了 比分被扳平成了 一笔 中三班吹响了下半场比赛开始的哨声 下半场是由艾弗顿队来开球 出界了 这个产球完成的不错啊 贝利 乔治贝斯特 穆萨迪亚比 贝利在空球 这种拦截啊 真是非常掌势器啊 对方通过大量的组织和拉扯 才找到了机会 然后就这样被化解了 球进了 梅西的大门真是飞火流星啊 就是完美的官员场式的单级闯关啊 突的精彩 射得更漂亮 艾弗顿目前比分落后 比赛还没有结束 第四位 Lionel Messi 落点非常不错 位置非常好 梅西 梅西让对手拿到球了 这是一个低级事务 对方没给他什么压力啊 掌上有队员要被换下了 对方没给他 对方没给他 好抢断 直接化解了危机 贝利在空球 他努力的把球从对方脚下铲回来啊 凯恩 凯恩啊 可以选择传球 支援队友已经到位了 对凯斯尼 虽然名字叫二口啊 他那个表现很精彩啊 判过了那么多的球赛 哎呀 但他的这一次表演 依然让我印象深刻啊 哎 他们他们的狂风乱战 终于获得了收获 带打技巧 哦 他们今天全队的表现都很出色 如果这样都能输掉比赛的话 哎呀 那也太不公平了 这一次 他们的传终战术起到了效果 找到了中路的队友 但他也不会浪费这样的机会 一个投球 轻松的将球 顶级对方的门 一分被改写成 三比一了 这球出边线了 现在是至界外球 这次拦截让他们士气大阵 对方这次绝战的机会 被他们的最后关头成功化解了 拼抢成功 他们拿到球权了 获得了一颗巴尔维德 再半表示54分钟 这就是最好的滑产示范啊 第二比 卡洛斯经验很丰富 把球抢下来 中场哨声响起 主队在主场获得了胜利 两个球的优势轻取对手 今天他们没有遇到太大的挑战 一个球或许不保